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在台北市我们在今年也特别针对这些产品去做检测 这个检测的部分有抽验了25件输入产品 还有包括5件国内的素食面产品 经过这个检测发现其中有两件进口的泡面素食面这个产品 它是有侵扯出这个还养以往的成分 那在还养以往在国内其实是没有同意可以去做当成农药的使用 那同时也没有去同意可以当做这个消毒的使用 但是这样的一个农药在国外的某些国家 它是有同意去做这个使用的 那但是在国内毕竟你产品要进来国内的话 还是要符合我国的这个使用法规的规定 所以针对这两个国外的产品 一个是来自马来西亚 一个是来自印尼 那一个供应商是在新北市 那另外一个是来自台北市 那我们也针对这两家业者 一个是请新北市去做后续的调查 那在台北市这个业者的话 我们也依照使用法去除6万元以上的一个发缓 针对生鲜情绪肉蛋品部分 卫生局抽验136件 检验结果一件皮蛋检出重金属铜 含量不符规定 而食用油部分有一件芥花油标示不符规定 那很多人就是在饮食上其实会蛮在意 就是这个产品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凡氏脂肪 那凡氏脂肪就很多人认知来讲 它对健康是比较会有影响的 那所以卫生局也在这一次的油品抽孕的部分 那我们特别去检测了这个凡氏脂肪的这个含量 那我们这一次总共抽验了30件的产品 那包括市面上大家常看的照的 葵花油、大豆油、玄米油、干奶油、葡萄汁油等等 那还有包括芝麻油、花生油、酪梨油 那去检测这个凡氏脂肪的含量 那其中有一件我们觉得它的含量是超过这个标准 就是它的写法的这个标准定义 那就这个部分的话 在食药署它针对这个标示的要求上面 其实它是有规定的 就是你如果今天这个产品要表示 反式脂肪含量是0的时候 那你的检测值是要在0.3公克以下 才能够去标示这个0的这个数值 但是我们在这间油瓶的检验的部分 那它的反式脂肪的含量 其实是远远超过这个0.3的这个规范 所以我们认为它的标示上是有一些些疑虑 那因为这个供应商它是在台中市 所以我们把这样的一个事件 就是疫情台中市的散述 那进一步去了解它是标示上的错误 还是说它有一些一些资讯不实的部分 那如果说是这个资讯不实的话 依照审判的第28条规定 那它会是处于就是4到400万元的这样的一个罚款 那这一次除了单品之外 我们总共抽验了136件 那包括就是豬牛羊 那还有基亚额肉的一个检测 那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一个检测的项目 那像是在肉品的部分 我们主要是针对这些动物 那平常容易引起的细菌性的疾病 那还有弃生虫的疾病的药物去做检测 那这个药物检测的部分都是合格的 那其中在40件的蛋品里面 有一件的这个皮蛋 那我们检测的一个铜的含量 它是超标的 那这个超标产品我们已经有要求就是 就是卖场把这样的产品去做下架 那同时因为这个产品是在外线市 所以已经有移请当地的主管机关 去做进一步的一个调查跟了解 那他们也会针对这个产品去做限期回收的一个改正 那这边就是因为这个铜含量比较高 我们有特别去计算了一下这个这个设施量 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健康 那不过根据就是欧洲安全局的重金属铜的含量的监测的话 那我们检测计算下来的话 以这个铜含量如果是6匹PMI估算的话 我们大概是每天需要吃超过12.7克的这个皮带 才会有铜含量超标的问题 另外卫生局也针对学校自设厨房 及外定餐盒食材部分 抽验87件产品 包含69件餐食以及18件餐食食材 检验结果均符合规定 为了要打击投机杜绝房市炒作行为 内政部召开平均地权条例此法预告记者会 内政部长林又昌强调 平均地权条例是落实宪法规定 也是朝野和全民共识 政府会注意比例原则 用最小及最必要的手段健全方式 实现住宅和土地正义 记者会上 内政部长林又昌详细说明 国人期待的平均地权条例草案 配套新定五项执法 包括司法人许可制 预售物换约转售及检举制度等 其中关于业者关注的 司法人买售住宅许可制 尼又昌表示 根据统计 司法人原则上并无居住需求 不过2022年购买住宅户数 却比2019年大增一倍以上 而且短期进出严重 有必要加以限制 根据相关的一个数据显示 司法人持有住宅 有短期进出 严重的一个情形 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108年的时候 非不动产及营建业法人 持有住宅 在一年内 出售转移的一个比例 高达51.63% 接着到111年的时候 已经成长到59.63% 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成长 也的确有短期进出的一个情形 影响了国人的权益 所以在修法的时候 必须要加以截制 至于限制预售 新建成屋 换约转售 也是防止买方 以换约方式 加价转售炒作牟利 因此限定签约后 发生重大事故 才可换约 内政部次长花敬群 也特别针对不溯及既往 提出说明 不希望因为打炒房的 一个制度的一个推动 但是影响到一些过去 不应该 他不知 而受到权力受限的 这样一个状况 这是第一个考量的前提 第二个重点原因是在于说 如果把溯网这个事情 完全纳进来的话 那势必 我们还是为了一定程度的 现在保护 我们必须要对于 预售物换约 提供更大的 可以许可的样态或形式 那这样反而会 对于我们本来期待 对于预售物禁止换约 的一个比较严谨的限制 产生了一些可能 我们不希望见到的破口 最后则是检举奖金制度 林游昌表示 为了避免腐烂检举 将采实名制并且有具体试证 每案奖金最高一千万元 检举人应该附的相关的一个资料 包括他的个个人资料 以及被检举人违规的一个情形 时间还有地点 以及足弓研判违规行为之具体试证的资料 奖金的一个比例 第一个是十收罚还的百分之三十 另外每案的一个奖金不超过一千万元 至于有学者认为 平均地权修法有违限之余 牛昌也以宪法第142条规定严正驳斥 强调修法是落实宪法规定 也是朝野和全民共事 政府会注意比例原则 用最小的手段实现住宅和土地正义 内政部方面表示 执法从即日起预告到5月15号共计20天 欢迎各界提供意见 预告完成后将依法制作业程序 去办理后续发布事宜 并报请行政院核定施行日期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 国建署邀请口腔癌病友 分享工作或生活上的生命经验 呼吁大众要及早戒除吸烟 嚼槟榔的行为 并透过专家解说口腔癌防治 及检查的方式 让民众了解定期筛检 早期发现及时治疗的重要性 62岁颜先生年轻工作时 受到朋友邀请 而养成吸烟搅檳榔习惯 持续近三四十年 直到有次因为感冒看诊 被医师告知口腔黏膜有白斑 最终发现冰造部位转变成癌症 还好因为定期检查得以早期发现 积极接受治疗后恢复情形良好 所以颜先生以过来人角色 呼吁定期筛检的重要 因为有 我是知道有些人 他会害怕 他有在身边 就是这些不好的习惯 那 他自己也知道 这个可能会得癌症 那你叫我去筛检 那我以前是 你叫我去筛检 那可能 我怎么会得癌症 而且也会怕 或是才会怕 但是 你如果说 不去做筛检的话 他还是会得癌症的 不是说不筛检就不会得癌症 所以 你如果去做筛检 提早发现 刚刚DK也会讲 提早发现 像我就是 我 我提早在回诊 然后 直到现诊 那时候是口感染疫情 这样来提早治疗 就会比较 致了好的一个机会 这样 今天第一个案例 是 他是一个 这个 一个公司的负责人 因为他经营公司 需要一些应酬 其他应酬 一般都有 那他主要是在 大概一个多月前 他发现口腔 这个 有溃疡 在舌头上面 那 当时 就医之后 切片 这只是一个第一期的 这个 蛇癌 那我们现在针对第一期的蛇癌 其实可以经由口腔 直接将这个肿瘤 切除 那切除之后 就帮这个伤口直接 萌合 所以整个病人 他在治疗的时间 大概五天 那之后 就在门诊追踪 那这个病人 在一个月之后 他就可以正常的 恢复 他的公司的这个业务 做一些联想 都可以恢复 所以这个 因为他的早期的 诊断治疗 对他的功能 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那 可是很不幸的 第二个案例 它是 也是一个口腔癌的案例 他来 看诊的时候 他已经有大概 这时候 口腔癌已经有大概 五个月 那 来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一个很大的肿瘤 大概 超过五公分 那对于那么大的肿瘤 我们就没有办法 用刚刚前面那个 直接筋口 去做这个肿瘤的切除 那我们必须 用一个复合式的手术切除 也就是要将他的这个 这个嘴唇 包括这个骨头 下盘骨 一起做切除 那将这个舌头 以及舌头下面的这个 口底的肌肉 一起做整个切除 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手术 那手术之后呢 我们另外又取了一个 在大腿前外侧的一个 这个 这个游离皮蛋 去做重建 所以这个整个 这个手术 变成住院 住了三四天 那出院之后 变成还要继续接受 术后的跨放疗 所以花费的这个 经历非常的多 时间非常多 那这个病人 虽然他治疗之后 十几年之后 仍然存活 可是他整个外观上面 就有一个巴头 那另外舌头 因为切掉了三分之二 虽然我没有做重建 可是他整体功能就变得比较差 他的讲话讲得不清楚 吞咽也会有一些障碍 所以这个是晚期治疗 病人所受到的一些伤害 根据国健署癌症登记 资料显示 台湾每年约有八千人 罹患口腔癌 其中男性口腔癌患者中 余八成有吸烟行为 七成有脚冰狼行为 一旦罹患口腔癌 不仅影响患者张口咀嚼 吞咽及语言功能 家庭将易受影响 医师多花一点时间 帮你把口腔检查一下 那么即使你都可以发现 或者是你自己早上起来 免费的镜子把嘴巴翻开 大部分你都可以看得到 那么除了少数 是要比较胜污的地方 你可能会不清楚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口腔也不疏忽 有症状 有疼痛 或者是有些人说 里面有一个溃疡 你比较快去就医 过去很多人有观念 都说 我这个可能是 尾气比较多 还是火气比较多 最近比较疲劳 造成了嘴巴透皮 相关的病毒性的感染 那这些额口痘 可能在短期 一两个一半里面 那个一定会好 但是呢 比较长期的这些溃疡不好 那你一定要去就医 尽早去就医 但是通常有症状 那些就医 也是比较晚期 比较慢的情况下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 能够急早 你只要符合资格 能够加入篩检行列 能够急早 找到造奇 甚至也 癌症病变的一些 口腔的一些疾病 那么这样的话 可以急早治疗 来用口腔来的挖症 那特别是你有吸烟 有抽烟 解死槟榜 或酗酒的伙伴们 朋友们呢 你应该要 更应该早去腮症 早去治疗 国健署提醒 30岁以上有吸烟 或嚼檳榔习惯的民众 赚钱也要顾健康 千万不要忘了 每两年接受一次 口腔黏膜的检查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为了让单身同志 扩大交友圈 寻觅伴侣 大同区公所 与台北辖海城隍庙 合伴爱情与你 相约大道成 同志单身联谊活动 吸引了32位单身同志参加 在台北辖海越老的加持 及台湾同志热线协会主持群的带动下 现场就有7对速配成功 大同区公所与台北辖海城隍庙 合伴爱情与你 相约大道成 同志单身联谊活动 结合大同区在地特色资源 活动安排走访台北辖海城隍庙 拜月老赐良园 到T-Fashion时尚基地 串起联谊传话筒 在大道成店家 体验植物扩香时首座 漫游迪化街 永乐座各摇像 贵德街古迹老屋 最后来到大道成码头 搭乘爱之船 让参加的单身朋友 在航程中互相认识 拉近彼此关系 一同欣赏河岸美景 我是看到朋友传在 就是我们同志的群组里面 然后就有人发这个 对 我最喜欢的部分是 大道成的导览 对 因为我喜欢那种 人文艺术的那种感觉 然后看一些历史古迹 有时候我们经过 我们看到那些建筑 并不是很清楚它的来历 对 但今天就是可以很详细的去 知道说它的过去 这样子 我当然很希望 很推荐 大家可以一起来参加 首座的活动 然后一些互动的 一些关卡 最喜欢 都很喜欢 都很喜欢吗 太好了 那如果大陆建国所以后 举办类似的活动 你会推荐你的亲朋好友来参加吗 有 我们这次办理的多人性别常识 是我们第四年举办的 那我们是从109年开始 一直到现在 那之所以会从109年 是因为109年 我们法通过之后 那我们就是首次做办理 那我们之所以会办理 是因为想说 透过活动的方式 让我们的同志朋友 可能我们是你的 是没有可以找到 下岸 找到另外一半 那所以我们就是 办理这样的活动 那也希望 借此这个活动 能够带动我们 地方上去 就是五大澳城这边 那我们参加的民众 可以认识到我们 和市场里面的 成用化 五大澳城这边的 历史文化 等等 可以带他们到 大澳城马峰 大船化 有十字 电影活动分为 男男组与女女组 总共吸引32位 单身同志 报名参加 为了让参加者们 有更多的惊喜 曲公所还准备 丰富奖品 奖励全程参与的民众 那今天参加活动的参加 就是除了我们这次课程 可以 这次安排的DIY的 相分所做课程以外 那我们 在活动之后 我们还会提供 300点的点数 让大家可以到 大澳城马峰 我这边去做消费 那在加入的时候 除了消费以外 也可以看看河边的风景 那除此之外 就是我们参加 这一次活动的 这些朋友 如果在一年以内 能够登记结婚的话 我们公所这边 还会给一个大红包 那除此之外 就是我们参加这次 像是大阿船 还有我们这次 所做相分课程的 那之后 如果有要参加 就报名 都有优惠 但是包船的部分 也都会打车 然后让你们 可以有包船办理活动 在109年举办的 同志单身礼仪活动中 有一对素配成功 在隔年6月 到大同户所办理结婚登记 曲公所表示 如果在一年内 办理结婚登记 可再获得 曲公所贺礼 祝福参加的朋友们 早日传来喜讯 记者领席会 台北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台大新闻研究所 举办全球化地方新闻 与永续发展的论坛 中加宽评也受邀出席 并以遇在地遇全球 台湾地方新闻现况为题 分享经验 在社会化浪潮挑战下 中加宽评集团 去年推出了中加新闻网 整合了全台12家系统台 制作的优质新闻 旗下高雄都会台 今年也成功寄身全国性媒体 让地方新闻也能全台放送 台大新闻研究所论坛 聚焦全球化地方新闻 与永续发展 以越在地越全球 台湾地方新闻现况 以及守护台湾气候变迁 及永续发展为主题 第一场论坛 由台北大学经济系教授 郭文忠主持 中加宽评北建总经理徐巧妮 也受邀参与 分享在全球化与数位浪潮下 地方新闻面临挑战 仍坚持制作优质地方新闻 推出中加新闻网 并成功争取跨系统播出 几身全国性媒体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在转型的过程当中 从网路里面 我们也要让大家看得到地方新闻 所以 中加官邻在去年的5月份 成立了一个新闻平台 叫中加新闻网 也就是说在这个新闻网里面 你可以透过不同的界面 就是说你可以搜寻到高雄的 从依地区来分 依新闻类别来分 甚至我们在里面 还开设了一个叫媒体试图专区 这是目前目前最夯的一个议题 叫媒体试图 地方新闻如何让全国看到 除了在网路上之外 除了在YT上可以看到之外 其实我们在高雄都会台 就是在一个28年的地方台的频道 我们最近也让它上架到81台 上架到81个126 希望大家可以透过全国性的一个管道 可以看到地方新闻 地方新闻可以运用这种 在数位化的优势之下 让在地新闻可以透过数位化这些平台 传输到更大的一个范围 不限定说过往只是在地方有限电视台 而是甚至可以到全台湾 甚至全世界 让大家可以看到地方的一个声音 地方文化的一个特色 那这样才有办法去掌握 这个数位时代的一个优势 地方新闻 其实它跟每一个人的社区 是最接近的 那尤其我们的有限电视 其实它扮演了跟我们很多地方 尤其是老人家的陪伴的作用 那这个时候如果有限电视 它可以提供优质的地方新闻 让我们社区里面都知道 在我们这个社区里面 发生了各种大小的事情 大家一起共同来关心社区 共同关心自己所生长的这个地方 共同思考 我们怎么样一起 可以让这个地方更好 那我想这个是地方新闻 它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 非常重要的价值 那可能我们也观察到说 这几年可能媒体 对于地方新闻的关注 好像有一点点有这个力有未待 所以我们也会希望说 透过对于地方新闻的讨论 再次唤起大家的共识 跟大家的关注 惠中也探讨现今台湾地方新闻的 发展现况问题与挑战 地方新闻如何透过新闻报导 与公民参与互动 与地方新闻在数位化 时代下的未来发展方向 或转型策略 那今天其实最主要谈的内容 是关于地方记者 或是地方新闻 在这整个媒体生态里面 所面临的冲击 那以现在的整体的情况来讲 大部分的媒体都不太投资 或者是注重地方记者这块的人力 那绝大多数的人力是空的 是由全国版的记者来代表地方新闻 然后可以经营很多地方民众的情感 那很多新闻 如果离开了地方记者层次 到全国版几乎是没有见报的机会 那我是希望说 透过这些座谈会 大家可以做一些反思 然后给地方记者或是地方新闻更多的空间 那其实我想大家都很可以深刻理解 现在这种高度全球化的局面里面 不管是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 还有各种价值观的冲突 其实每天每天都在我们生活周遭上演 那其实在面对全球化的情势里面呢 其实有句很重要的概念是 越在地 越全球 也就是说 我们当跟各种不同的文化撞击的时候 我们会重新再来去思考 我们自己的独特性 也会反思我们自己有什么地方不足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想要来 从这样的一种 地方跟全球之间的辩证的角度 所以一方面 我们邀请了非常多的媒体业者 来谈他们对于地方新闻的努力 因为其实每个人的生活经验都是从社区开始 那另外一个是 我们也很珍惜的是 我们大家一起共同生活的地球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可以让大家共同一起来思考 那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各种的环境的冲击 能源的危机等等 那尤其是媒体跟记者 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希望大家一起可以来探讨 然后一起反思 中家宽评北建总经理徐巧妮也表示 中家宽评继去年举办 在地影像陪力与增监活动 受到热烈回响 今年将持续举办 邀请民众用镜头记录在地故事与特色 让中家新闻不只为在地发声 更成为地方民众媒体禁用的平台 记者离习会台北报道 好 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或解假讯息行动四度无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期盘关心您 市长讲完安前往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 主持防讯抢险演习 同时北市府也宣布新智上路 今年开始遇到台风和大雨的侵袭 一旦宣布管制疏散门 只出不进 起四个小时就开始把停在庭内外 停车场的车辆拖进庭内 今晚起雨势逐渐增大 明天将出现超大豪雨等级雨势 台北市即将进入梅雨午后雷震雨 及台风豪雨的浩发季节 为了降低灾选 每年年初启动相关工作 台北市长讲完安到灾害应变中心主持演习 以模拟台风来袭且与东北疾风产生共犯效应 预计对北市带来丰沛雨量 实施的演习项目包含水灌自主防灾社区演练 题外停车场通报及撤离 苏扇门管制作业 坡地灾害抢修及陆树倒塌清理演练等 去年10月因为泥沙台风与东北疾风带来的共犯效应 带来剧烈的雨量 造成台北市内湖区康乐隧道边坡坍塌 题外停车场淹水等灾情 所以这一次的演习 我们特别以去年泥沙台风的状况为一个范本 将相关防灾抢险的工作再进进 今天的演习除了基础防汛设施操作演练之外 还有两项精进的重点 第一去年因为强降雨造成河川水位上涨迅速 造成许多的车辆没有及时撤离发生泡水的现象 我们发现车主大多依赖疏散门关闭及脱掉的时间 时间到了才去将车辆移出 因此在紧急状况之下 没有办法做到完善的防灾效果 所以我们在检讨之后 今年开始我们不再以疏散门关闭的时间作为参考 改以疏散门发布指出不进的通报时间作为参考依据 当发布之后疏散门周边区域 我们同时搭配开放黄线停车 同时也方便将车辆撤离停放 并且于发布四小时之后开始进行脱掉作业 相信这样的改变 加上市民朋友的配合 可以降低相关的风险 第二极端气候带来的自然灾害非常的多变 当突发状况来临的时候 如何在第一时间 让第一线的社区能够自处防灾 并且协助救灾 这不仅要提高民众的警觉性 更要及时发挥应变的能力 所以我在这边也要感谢内湖区 大湖里 碧山里 松山区 安平里 北投区 易德里 大安区 群衔里 士林区 五花里等 今天针对土石流疏散 提外停车场疏散等等 参与防训的演习 那我们现在回顾去年 泥沙台风的一个状况 这是去年最主要的事件 那泥沙台风主要是 没有经过这个侵袭台北地区 那它是从巴士海峡通过 但是因为它的季节 刚好外围环流共伴季风 产生共伴效应 产生了自灾性的大量降雨 就是过去是以疏散门 关闭往前推一定时间来进行 开始脱掉撤离的这个宣告 但是过去常常因为这样 民众在这个等待疏散门关闭 那迟迟不离开合并 而真的事件发生的时候 就像去年的泥沙台风 造成这个撤离不急 那所以我们这一次修正成 疏散门发布指出不禁 经过四小时即开始撤离脱掉 这也代表告诉民众 宣布指出不禁的时候 其实就应该开始进行撤离的工作 那另外一方面 庭管处也做相关的精进 在行动APP上面 我们会加强提醒 所以未来这些撤离 还有这个脱掉的相关资讯 会透过台北市政府的官方LINE 行动防灾的APP 还有台北东的APP 来送达投放到民众的身上 那另外在简讯的优化部分 因为过去有一个问题 就是简讯投放没有达到 这个实际在停车的车主身上 所以未来也会 这个富士的双向确认机制 收到讯息 请车主10分钟内回传 如果没有 再度以简讯还有语音来做通知 那每年停缓处也会 针对防讯期前更新通知的名单 今天的演练 总共有包含 三个大面向 主要的演习的蓝本是依照去年 泥沙台风所面临的状况来做编排 那第一个面向主要是外水抵御 主要有两项 一个是防洪设施疏散门起闭 第二个是题外停车场通报及撤离 以三角度停车场为例 第二个部分是内水排除 主要有抽水站自动化操作 移动式抽水机操作 第三个部分是灾害应变 主要有水灾保全撤离 古时前市溪流疏散撤离 破地灾害抢修 入宿倒叉清理 水患自主防灾社区演练 另外蒋花安也现场随机抽选抽水站后 以视讯直播方式连线至抽水站 总管理中心 让水利出同仁进行抽水站自动化演练 顺利完成水位上升时 抽水站启动相关机组 及时投入抽水作业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台北市松山区民俗委员会 与台北府城隍庙举办奖学金颁奖典礼 松山区民俗委员会与台北府城隍庙 致力推动工艺不遗余力 从93学年度开始颁发低收入户奖助学金 至今已经举行近18年 一年举办两场以大专组高中组 国中组分组录取 鼓励无数的青年学子 为鼓励新兴学子在求学过程中 辛勤努力 台北府城隍庙每年携手松山区民俗会 以及松山区公所共同办理奖助学金 期许获得奖助学金的孩子们 未来长大成年在有能力的范围内 可以回馈社会延续善的循环 帮助更多新兴学子 台北武城隍庙每年都有办法奖助学金 那就是一年有两次 就是要鼓励我们这些新兴学子 在勤学的过程中能够给了一些奖励 那我也希望就说各位今天拿到这个奖助学金 你也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因为你来了之后 这是你努力所得到的 首先忠心我们同学 我们同学的成络 不管说在学业成绩或是超性都很优秀 打到一个标准 那我也希望我们同学 在学校学业能够进步以后 出社会以后 能够在社会上能够有所奉献 然后回退这个社会 我想能不能在北武城隍一席以来 就是从刚刚对面讲的 其实非常的不容易 一年会翻翻两次的这样一个奖助学金 那我希望今天在场所有受奖的这个同学 我们今天总共79位受奖 一共翻翻了19万多 将近20万每个金额 那也希望大家 比如刚刚贵宾说的 这是一个善的循环 大家现在在自己的掌握上 很好的读书 之后呢 用社会信号 很好的理会社会 颁奖典礼中 市议员詹维元 秦慧珠以及民进党 台北市党部主委 张茂南等贵宾 也到场给予获奖学生鼓励 台北府城华庙 一年发两次奖学金 我以前住的地方 结果找不到这么好的一个单位 可以一年发两次奖学金 那以前学生的时候 我拿到奖学金 是我的小学性 这样多增加点利用的 但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拿到奖学金 就是鼓励这位认真 认真向学 求学跟超幸福做 才拿得到奖学金 20年来 第一次接受我们清函 或者是说 我们的奖学金的孩子 现在可能都已经 有很大的成就了 各位在这个求学的过程中 可能将有一些困难 但是呢 经过了一段的美丽 我相信凭着大家的努力 或者你的父母亲 也许度过的困难 大家都可以有更好的发展 各位今天来到这里 我们感受到 这个受人点滴 以后就是饮水事业 因为每个人都年轻的时候 每个人都很弱势的时候 当我们成立优秀 而且能够得到社会的关注 其实这个社会 就是一个善的循环 松山区长游竹萍表示 非常感谢台北府陈皇庙 长期提供奖学金 并提供完善的颁奖场地 鼓励优秀学生 富有积极学习力与上进心 也期许同学们取之社会 未来也能用之社会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带领学生认识自己的家乡 及基隆和周边的生态资源 加入特别的湿地植物 水黄皮种子 吊饰手作DIY 让学生收获满满 我刚介绍一些水生植物 谁可以给我三个名称 卢慈姐妹林锦莹老师 透过有奖侦达活动 加深学生对生态植物的印象 松山区公所与松山社区大学 以促进公共参与为主轴 由松山社区大学规划 一系列认识环境生态课程 活动列车特别开进 介绍国中 由如此姐妹林苏英老师 林锦莹老师 以生动的简报及影片 解说寻手队的日常 和湿地维护 带领介绍国中青年级学生 认识自己家乡土地 以及基隆和周边的生态资源 课程最后 老师更准备特别的湿地植物 随黄皮种子吊饰手作互动DIY 让学生们带回家留作纪念 松山去公所跟松山社大 然后规划这个活动叫做促进公共参与 那这样的议题呢 在社大里面是规划了一个认识我们环境生态 我们喜口松山以前的老地名叫喜口 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历程的一个课程 那今天我们这个列车呢 就开到我们介绍国中 那也谢谢学校的师生的一个共襄盛取跟参与 那我们这边最想要的就是说透过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那其实是可以触动大家心里面 关怀这个环境关怀这个生态的一个种子 那希望呢大家今天在了课程之后呢 有满满的收获 然后回到家里呢也可以跟你的父母 或者是跟你周边的朋友去分享你今天所得到课程的一个收获 非常的荣幸喔 介绍国中可以跟我们应该是一个协会 或者区公所 然后有这样的一个环境教育的一个组织 来做合作 那特别又是我们介绍国中的校友 回来跟学弟妹们做一些讲授 那在这个公共参与的部分 还有环境教育的部分 刚刚听到副区长跟学姐的分享 真的非常的感动 透过参与式的预算去成立这个师弟 然后很多的志工 永续的在守护这个师弟 然后把这样的一个环境教育的精神 扩散下去推广下去 未来如果有机会 那也请我们这个协会 我们这个组织 继续来我们学校 跟我们的孩子做分享 让这一份精神守护地球 守护环境的精神 在介绍里面发芽生根 谢谢 透过课程安排 不仅让学子们认识珍贵的环境知识 以及志工们爱护环境 守护地球的精神 也期许藉由教育推广绵延下去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国人对诈骗案件深恶痛绝 为了要强化打炸力度 内政部长林悟昌 在立法院受访时 表示行政院正在整合各部会 研议推动大炸钢领1.500 除了从市群媒体等源头 加以控管外 更计划修法 加重诈欺刑责 希望有效恶主诈骗犯罪 保护国人的财产安全 这是日前刑事局破获黑帮炸钢 炸漆假塔位买卖吸金案件 初步清查被害人超过20名 诈骗金额超过1亿4千万元 另外刑事局电针大队也破获国内首件 利用假基地台发送钓鱼简讯炸漆案 由于科技进步加上社群媒体发达 诈骗手法也日益更新 为了强化打炸力度 内政部长林又昌表示 行政院正在整合各部会 研议推动打炸钢领1.500 针对投资求职等诈欺犯罪 将采取更强更广泛的方式嚇阻 首先在源头管理部分 由于目前许多诈骗行为 都是利用网络的立名特性 因此针对在社群平台的投资或求职广告 将朝实名制的方向规划 这个打炸的一个问题要解决 最重要的不只是在后端的一个查查 更重要的是前端的源头管理 也就是在这个社群的一个平台上面 要做前端的一个管理 那因为很多都利用网络的一个 匿名的一个特性 然后利用这个科技的一个手法 这个让很多的一个查查的一个动作 不容易来进行 所以源头的一个管理就是 特别是包括投资的一个广告 或者是求职的一个广告 未来应该要朝这个实名制的方向 来做这个对话和努力 另外未来也计划推动修法 全面提高诈欺行动 不管是主谋共犯甚至是人头账户提供者 都可能加重刑责 那过去诈骗的一个行为 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是比较轻罪 但未来不会 它会变成是政府重点打击的一个对象 所以未来的诈欺的相关的一个罪行 都会全面的一个提高 不管是主谋或者是这个行为犯罪 或者是包括提供账户的这些提供者 可能都要纳入整个法律的一个提高 刘昌表示打扎钢磷1.500 最快本周向行政院运长陈建伦报告后推出 相关内容包括推动百公百业宣导 全民反诈日 与不定期规划全国同步打诈行动专案等 强力打击诈骗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 为了要帮助有听力损失的民众 远建天来列车特别捐赠了1000台助听器给基隆 副市长邱佩玲在社会处长杨玉欣的陪同下 代表市长谢国良致赠感谢 也重要由衷的感谢善心企业与团体 帮助听损朋友共同打造友爱城市 画面上是圆建大和职贩事业的董事长吴绍辉 代表圆建天来列车的善心企业团体 捐赠1000台助听器 由副市长邱佩玲代表接受 现场气氛相当温馨 那我们也是因为自己的姐姐 有这样子一个重天的状况 导致就学就养就业 都有程度不一的一个影响 那感同身受的状况之下 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捐赠活动 让真正有需要的人 可以连去到这样子的听力辅聚 来让他们恢复 他们所谓的听力优质生活 来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 这次的爱心捐赠 由郊西福伦社 与原建大和职贩事业公司 西首议员韩世玉办公室等善心企业团体 组成原建天来列车 捐赠1000台的助听器 不需要声帐证明 只要有听力损失 需要佩戴助听器的基隆市民 都可以在年底前提出申请 副市长邱佩玲也在社会处处长杨玉欣的陪同下 致赠感谢状 感谢这份温暖的力量 支持帮助有听损的市民朋友 其实我自己的父亲在后来年纪大的时候 他的耳朵也造成很大的影响 那就刚刚所讲的 当你越少互动 你其实越容易跟别人产生更多的说话 那可能就变成自闭症或是失职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帮助很大的 第一个是他的流程非常简单 所以你不一定要用身心障碍的手册去领 让更多老龄人很方便 这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知道助听器的费用是很高的 那今天一般人去买可能便宜的也要六七千 贵的可能到十几万 那如果今天有这样的赠送的方式 对基隆的市民其实很大的帮助 他们可以拿到这个东西 第一个是省时间 第二个是费用节省很多 所以我觉得民间的力量来协助政府 是非常好的 所以今天有这样一个天在列车 而且呢它又不是这个 等于说不分你我啦 也不会说因为说你今天一定要有身上资格 才可以来去做一个领取 我觉得这样的话可以否就是所有的 我们基隆市的百姓 只要他有这个听力上面的这个问题的话 那都可以找我们 那我们一同来帮忙他 那希望呢他可以 重新的找回爱的声音 那让他呢可以享受到我们普通一般人的 听到呢这个所谓的天籁的这个享受 我觉得这一块的话是真的很重要的 那未来的话 市民呢也会跟我们市政府 还有我们无动市长这边 那一起来努力 那我们并没有排付条款 所以我们也不需要成长手册 那只需要到我们的 呃原件的基隆店里面去做一个听力检查 我们只要确认用户是60分贝至90分贝的听损者 就可以利用我们的天籁列车注银器 副市长邱佩玲相当感谢善心企业与团体 以实际行动关怀听损朋友 为基隆注入爱的力量 一起打造温暖有爱的城市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基隆报导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民进党金融市立委提名初选 民调结果出炉 由市议员张炳钧以些微的差距获胜 至于正式提名的名单 将等民进党终止会通过后 正式公告 民进党金融市立委提名初选民调 在4月24日晚上进行 经过三家民调公司 以电话访问金融市民进行民调 并进行统计后 民进党中央4月25日公布 民调结果由市议员张炳钧 以总平均17.44% 险胜郑文庭的16.88% 及张之豪的13.06% 那自从3月20日开始登记之后 那么前前后后 那么经过登记协调 然后初选他们三位的努力 那么在昨天做成的一个民意调查 那今天早上也公布了民意调查的数据 那我们三位优秀的市议员 那么这些候选人 那么多些微的差距 那还好我们最优秀的立法委员 我们张炳钧 张义妍来胜出 那我们在这边非常的恭喜他 张炳钧除了肯定两位竞争对手的 优点值的学习 也强调这一次民调结果 发现有五成的选民没有表态 因此接下来8个月如何提升知名度 争取更多市民支持 将是胜选的关键 在这次的初选中 看到不管是我们门厅总召 或者是知好他们的优点 跟他们努力的地方 这更是我在未来的 其实竞选 金融市立法委员的竞选的资路上 他会成为我的借鉴 然后吸取他们优点 然后来去努力 当然在这一次 其实我们有看到民调的数据 虽然说虚伪的差距 赢过了总召文婷姐 还有我们知好 但实际上我们看到 有大概有五成二的 还没有表态 这可能也代表说 我们三位候选人 其实知名度不高 甚至目前在中间选民 还有一些浅男的一些 或年轻人族群上 他们对我们都还是 持现观察的状态 所以接下来这8个月 如何去得到这一些中间选民 或者是我们一般的年轻人的支持跟认头 这将会是秉均最主要努力的地方 立法人蔡世英也发文功课 民调胜出了张秉均 她表示会传承国会议员的工作和职责 不仅要让民进党立委候选人胜选 顺利接棒 更要让立委工作的延续 可以无缝接轨 民进党金融市党部方面表示 立委初选民调出路后 正式提名名单中央党部中职会 预计5月10号正式通过公告 5月14号民进党总统参选赖清德 信赖基金会基隆分会也将成立 市党部方面将全力做好辅选工作 协助民进党提名的总统 与立委候选人高票当选 记者张琴辰金融报导 市长谢国良积极推动行人友善政策 在市议员张耿辉的争取下 包括了百福国中 国立基隆特殊教育学校 以及弓箭路戴天府前 这三处地点重新化设为 绿地白线斑马线 提高辨识度 也让行人过马路的安全性提升了 市政府交通处利用晚上 在百福国中前 划设全新的绿白斑马线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 特地邀集实践里长张小梅 百福里长何孟汉 以及独北里长谢孟汉三人 现场视察 要提升这里行的安全 而包括百福国中国立基隆特殊教育学校 以及弓箭路戴天府等三处地点前 因为大小车流量以及学生和行人非常多 在基隆市议员张耿辉争取下 这三处地点重新化设成为绿底白线斑马线 提高辨识度 提升行人和学生过马路的安全性 张耿辉也特地邀请六独里长余良盛 以及独南里长余佩如到现场实地了解 而在完成前几天 张耿辉就和交通处寄政等人现场先会堪 今天会堪的三个地点 第一个是我们公建路104巷 那边因为有我们幼儿班大班小班中班 也面临着工业基里面的重车的穿梭很频繁 所以也请我们交通处的计政能够迅速来化设 那另外两个地点就是我们国立特殊学校 还有我们百湖博中这几个地带 也是我们车辆行人行走的平凡的一个地点地带 我也希望一并的请我们交通处在天气好的时候 是不是尽速的能够来发射 斑马线调整为立体行山的部分 那我们尽量会依天后状况来尽速安排施坐 那确保我们学童通行的一个安全 那借以立体行山的一些视觉的一些效果 来提醒我们一些车辆驾驶人 行经该区域的话来减慢车速 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梁积极推动行人友善政策 要让行人以及学童安心安全过马路 也获得基隆市议员张耿辉的全力支持 而市政府交通处也展现高效率 会堪完后遇到雨天顺延四天 就立刻在包括百湖国中国立基隆特殊教育学校 以及弓箭路戴天府等三处地点前 划设好全新的绿白斑马线 也让张耿辉非常肯定市政府交通处的高效率 农村小旅行现在很受欢迎 马西社区搭配小旅行导览活动 陆续推出了限定版的美食 继去年的欧鲁鲁披萨生活和平后 今年推出欧鲁鲁包子 要把在地的特色与美食推广出去 水蒸汽将欧鲁鲁包子香蔓延 远远的就让人口水直流 满满的竹笋肉内馅去之在地 香脆浓的内馅搭配有嚼劲的竹炭面团 让人欲罢不能 竹笋啊 还有红萝卜啊 还有肉丝啊 我们自己用的啦 就是要螺嘛 要一直螺啦 要用螺的啦 我们就是用螺的啦 要做出好吃的竹炭包很费工 郑德爷爷凌晨两点就起床揉面团 算准发酵时间 还要炒馅料 夫妻俩忙得欢喜 要跟里内的志工们 将最好的在地滋味传递出去 会想出欧鲁鲁这个点子 源自于马西的焦炭窑 它煤炭是从上方进来的 然后把煤 因为我们这边的煤 比较不容易燃烧 必须把它弄成焦炭 去年在童花季 推出限定版的欧鲁鲁披萨 身货好评 今年 雷掌带的社区民众 继续拿出在地特色 欧鲁鲁包子就产出了喔 我感觉很好 因为这是手工Q 然后最重要是它的绿竹笋 很新鲜 而且它是现彩的 所以这次的竹炭包 我们配合这个活动 相信应该会非常抢手 马西现在最近 已经开始有陆穴的 这个小旅行的活动 配合四季的游城 那像这个季节 也是童花可以赏童花 然后吃这个竹笋包 然后或者是贵竹笋季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包成贵竹笋 然后其实我们会搭配四季 像树梅节啊 绿竹笋 贵竹笋 然后甚至山药季的时候 来推出不同的肉包 来加入新鲜的这个食材 在地有一个很特色的东西 就是矿工便当 搭配市府活动 马西社区动起来 限定版的包子不定期推出 期待让来游玩的旅客 都能感受到 金融人的热情 与马铃的美好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下期见